我觉得他们的军亦是近年在俄罗斯挖起一个人物 第二个虽然他人是一个粗人,但是他做的事不粗的 他做的事都是他挖起的华纳兵团 他在世界各地建立他的实力,他如何逐步侵蚀对方的天然资源 侵蚀得来,他又能够和那里造成共生的关系 很微妙的平衡,其实他又不是说没有政治手腕 他本身又有他赚钱的手段,他又懂得笼络人心 华纳集团的兵好像对他相当信服 甚至乎他现在在俄罗斯政坛 他跟普京比,普京扎根了20年 粉丝比他多,有些人一定是坚信普京,我们都清楚明白 尤其是在莫斯科地区,圣比德布地区,他的粉丝应该是多一点 但是你说普京扎这个人,你由这个乌克兰战争短短一至两年的时间 弹起,他的民望升到这个位置,尤其是在今年年头 他打到巴赫姆的东北阵,就是我们说炎抗争 他已经是俄罗斯军队里面,说真的,如果你都不叫战神 谁是叫战神,对不对 那他就是战神级的了,说真的 当然你跟乌克兰比都是撑一点 但是他,其实你consider他那个傭兵的性质 那他有很多东西,他其实没有support的 就是说他有没有空军support他呢?其实没有的 但是他不是说没有,就是他有苏27,他有苏24,苏25 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些都很普通的东西而已 就是你不可能说比米格29好的 但是他有他的功效啦,你看到 所以他说他完全没有谋略,他不是 你说他没有人和呢?他不是 那么他会不会在政府之间踏到线呢? 他也有的,尤其是他口袋那些退休的高官 就给那些退休高官一个高薪厚的退休出落 那么这个呢,其实有多打动到呢? 就是政府里面那些任职的人士 就是觉得,如果可以给他利用呢? 其实退休之后,都还有钱找的 那么你见到很多退役的将领 其实都是加入了他们 成为了他们里面那些智囊团等等的情况 还有根据这个Sky那个 他就是透露这个英国的情报 就是说,其实普利哥津在俄罗斯的寡头的支持率 是非常之高的 是很多俄罗斯的寡头是支持普利哥津的 真的吗?这个我也经常觉得他们看不起这个人 因为他们是精英部队来的啊,整班都是 不是,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部门的一个情报呢? 就是说,俄罗斯的寡头是非常之喜欢普利哥津的 而普利哥津呢,很多的财政资源呢 是来自这个的俄罗斯的寡头 那为什么呢? 普利哥津他是帮很多俄罗斯的寡头洗黑钱的 哦,这个是发手妥协的 是,他是帮他做了很多的洗黑钱的 那他用洗黑钱的手段是包括通过他也是圣比特勃 以及通过他在香港的分公司 是帮很多的俄罗斯的人去做一些的 洗黑钱,做白手套 尤其是这个的战争八八之后呢 他是帮了很多俄罗斯的寡头呢 是维持他的资金流动 那还有第二,就是很多的 普利哥津他自己的言论呢 其实是跟一些俄罗斯主流的东西呢 是未必一样的 而俄罗斯的寡头很多是想 其实是希望战争不要继续 不要拖那么久 总之谁赢都好 不要拖那么久 那这个是完全是损害了俄罗斯寡头的利益 而普利哥津是变成了一个角色 就是包括帮他洗黑钱 还有也是以他个人看 其实那个哥津是一个 他说是有一个相当 虽然他是出来的 是一个操人的感觉 但是其实他在这个 他自己的社交圈子呢 里面是一个非常之有魅力的人 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 而他是受到很多俄罗斯寡头的敬重 所以呢 在今次这个事件上面 俄罗斯那边亲自出面之余呢 俄罗斯的寡头是有份 所以这个人呢 是游说普京呢 是放在一条山路的 根据这个Sky News讲的英国的情报 那所以其实这个人呢 他不单止他谋落势力 其实他自己的社交手腕圈子 而且受到俄罗斯的精英阶层里面 都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人 是的 所以就看得出他平日呢 他都有他的资本在那裡 所以这个战争呢 他不是真的没有准备的 很多人说他这么突击 但是其实从事后的程度看得到 包括刚才Anson Ling说 他有很多车 有很多燃油的在那裡 那他有整个 那支队伍 就是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包括有很多的T90的主战坦克 你看他不是坦克动的 他是有车拖着坦克那一只 就是他是很有战术的想法 BMP的步兵战车 刚才我们说的S1 防空艺桶 甚至乎我们说的GREG 就是那些多管火箭那些 都是一齐的 根本就是用来攻城 就是攻城部队来的 我们说这些 真的是攻城部队 而且他也有防空部队 所以其实这班去打 某程度上 这些阵容很豪华 乌克兰反攻都没有那么豪华 我跟你说 他真的很豪华的阵容 所以你难怪 克里姆林宫公 是他初步评估 都有一点害怕的 他真的害怕 因为这一阵都打了 其实你以现在 莫斯科自己的武装 我们看见 他们说他们里面的武装 就有他们的国民警卫队 一听就知道火力很弱 特别快速反应部队 可能FSP那一阵 又是那句 反正快速反应部队 火力都不方便 很特别厉害 那全部都是什么呢 是好打的 如果是大家握枪的话 但是人家握炮 那你枪和炮 你怎么斗 人家乱射都死了 所以问题就是 现在剩下这些握枪的 来保护摩斯科 人家又转转炮 指着来 那就难打了 所以我们观察 为什么现在莫斯科会 能否到防御呢 就是我们以前 Anson 听说 什么第一禁为坦克军脱 大家都知道 散了 散了 第一个就 精锐的已经散了 包括在哲义尼哥夫 散了一批 接着在乌冬散了一批 接着精锐散了之后 蔡松祖又上了前线 接着T14有些都要推出去 T90都应该全部推出去 整个第一禁为坦克军脱了 没有了 我想他得到这个情报 他知道你现在真心是空虚的 你现在只剩下这一批 快速反应部队和国民警卫军 怎么打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呢 你有记得 像当时在我们说 Donald Trump那次冲击国会 那时候 美国急召国民警卫军 全冲进去 全冲进去 我们的哥伦比亚特区 整天都在睡着 随时准备 好像有那种感觉 即是紧急到要这样的 塞住 没有了 你预想要死的了 但是就先塞住 哇 真的要搞到这样 但是那次Donald Trump那些民兵 现在这边不是的 这边全部是真炮兼炮 打起来 每次都劲炮 还有火箭什么都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看到 第一个就是 穆斯科他的防守很脆弱 即是连京城都是这样 所以你说 真是普京要走一走都应该 不要说笑他 他都真的应该要走 第二个就是 都见到 自然没有那个安排 根据两天前 即是当时他还没有说 要去U-turn的时候 根据英国情报说 就是当时 在莫斯科的首军 就有第49军 有第34的摩托法的Brigade 以及有一队VDV 那时候的莫斯科 根据英国的情报 他就说 这三个部队的忠诚度 是非常之影响 究竟他成不成功 当时他就自己走了 没有打到 其实你看到 在莫斯科 其实都有三队军队 这三队军队 这三队军队 其实你看到 可能在Brigade 就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重装备 他最多的重装备 应该就是 他说的第49军 第49军 他就说 第49军的忠诚度 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他说在中间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叛变了支持他们 如果第49军叛变的话 莫斯科就不会有重装备 那些重装备就是这里 其实那时候也是有重装备的 在莫斯科 就有49军 守着莫斯科附近 但也看到他们在挤战号 那这次 如果我们不要在作为 可能是一个西方的角度说 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的角度说 那说回 对比起这个当年 这个政战节 是 苏联解体那天 那其实 苏联解体之前 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个 共产党的激进派 就去政变 就找了一些坦克出来 上街 去克里姆林宫 最后其实是没有死人的 那那一次的话 你说苏联解体 之后他想做的事 反而一般的人 是OK一点的 当时他说 为什么呢 你不是打内战 你也是没有流血的 其实苏联解体 其实是没有流血的 但如果这次 变成了是 是有厨师 看莫斯科 真的打进去克里姆林宫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平民选商 就真的涉及了 一定是 那如果 一以俄罗斯 莫斯科人 的眼中的话 是绝对不想他打的 那如果 我相信 普京 虽然他是一个独裁者 但我相信他自己 我现在用回另外一个角度 去普京的视角去看 去看自己的普京 我不会觉得 普京是一个卖国策 而厨房佬呢 他呢 我觉得他一定有自己 个人的希望 想要的东西 也都是希望 可能说是奪权 但是不过 我会自己相信 厨房佬呢 都是不会 为了自己的东西 去杀俄罗斯人 我也不相信他会做 可以看内致的 即是他的声明 都是很外国的声明 是的 所以如果 以俄罗斯人的角度来说 他们两个的人 即是两个普京 和这个厨房佬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 都不会打下来 所以他们两个 是绝对是想避免 反而就是 究竟是邵伊古 没有被炒鱼了 我现在已经有很强烈的声音 就是另一个州的州长 陶尔州的州长 他第一个就是有声音说 其实他才是今次 真正的谈判的代表 即是他代表普京做谈判 就不是劳卡申科 劳卡申科 可能第一 知名度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 我想安城英 你也有试过 如果去谈判 你先找个对家都认识的人 去缓和一下气氛 即是我们俗称的 封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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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比较社会的角度 去先进入 暖了个场子之后 正式有个坚港 我们俗称的打手才出场 然后他才在劳卡申科 介绍之下 出来说 这个州长据文 就是普京是极度信任的州长 所以应该能干 看他的样子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 就是能干的年份 所以他出任下一届的国防部 现在在推特上 已经是传得好行 当然你就这样看 都像一表人才 也是少壮派 理论上他出来的战术 可能都会比较符合现代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照看就似是 可能有一番新气象 他怎样取信于普京 就是他自己能力 这些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都很明显 如果这样吹得风出来 邵姨谷就真的以为有借你人头一用 我会觉得 邵姨谷应该到落财是迟早的事 我会觉得 首先你要劝得到厨房佬 真的不要打进去 当然他应该都不会想 在莫斯科 真的和有生命涂炭 然后相信他是不想的 但大部分的问题 你要他走 你一定要拿手才走 其实他已经冰淋成下 他都仍衰 你也要给他一些东西 他下台 对了 你也要给他一些东西 他下台 其实我少议估人头 真的要借他一用 真的要 那